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日本发射艾普斯隆火箭失败 已下令远程摧毁 据日本NHK电视台报道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所研发机构 下令摧毁当地时间12日上午9时50分发射的艾普斯隆火箭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发言人表示 该机构被迫远程摧毁了周三发射的运载火箭 这枚火箭载有八颗卫星 为日本陆尔岛县甘福厅的内知谱宇宙空间观测所的发射直播被终止 其官方YouTube频道的直播记录也被删除 目前官方还没有宣布摧毁这枚火箭的原因 这就是一个中国人是龙 两个中国人是宠 两个日本人在一起 那是龙还是宠 是不是 你这个连一个火箭你都发不好 对吧 你以为是你们还在拍这个奥特曼打怪兽啊 什么什么这个 大家都知道 奥特曼跟怪兽要打之前 会有一个什么宇宙什么战队啊 就是那种搞得牛逼哄哄的 是吧 所以日本人呢就别嘚瑟了 别天天呢 抱持那种旧有思维 天天看中国人 好像中国人天天就是很落后 中国人好像啥都不行 对吧 还是留着大辫子 吸鸦片的 是不是 所以说鬼子呢 真的 他们的那个新闻媒体啊 每天的播放都是播放 故意夸大一些中国不好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会导致他们 只能够被我们远远的踩在脚底下 都说小鬼子挺有礼貌 挺谦虚的 怎么在这些事上就不谦虚 就没礼貌了吗 现在你日本我看到大街上也挺脏的 好像没有中国游客去了吧 所以说啊 大家要知道 它连个火箭都发射不好 还有韩国搞罗老号什么火箭也发射不好 这些小国家它跟中国那不是一个荡量的 不要再看好像一些日韩 好像还拿仰视的目光去看 对吧 天天就是还有一些今日哈韩 对吧 天天在这个地方吹牛逼 可能吗 能跟中国比吗 你要知道一个火箭发射 它不是说就是这个航天技术 航天技术是一个国家的综合的 科技的一个水平的最好的体现了 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它上面都几十上百上千个行业的 不是开玩笑啊 好吧 这个事情我就简单带一带啊 就是告诉各位啊 我们要有信心啊 不要听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越讨厌我们啊 他们越怎么样啊 就说明他们越不行啊 嫉妒咱们 羡慕嫉妒恨 对吧 我们再来看 拜登 乌克兰冲突可能附带着能引发 末日决战的各种错误和失散 那么拜登呢 对这个近期的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升级啊 就发表了讲话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乌克兰冲突可能附带着 引来末日决战的各种错误和失散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 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称 乌克兰冲突 可能带有末日决战的各种错误和失散 拜登说他 俄罗斯总统 不可能继续事无忌惮的谈论 使用战术和武器 这会酿成错误 还有可能出现失散 没有人了解末日决战可能发生什么 会怎么去结束 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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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西方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此前表示 遏制和削弱俄罗斯的政策是西方的长期战略 而制裁给整个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打击 他说 西方的主要目的在于是成千上百万的人生活恶化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昨日表示 俄罗斯没有用大规模商量性武器威胁任何人 是西方各国政客在炒作核威胁 意图检举俄罗斯 对吧 那么拜登这个话其实夸大气词了 也引发了马克龙的不满 就是说 他为什么要讲这种夸大气词的话 讲了夸大气词的话 让你国民恐慌 让你国民担忧 尤其是美国还在那边采购 所谓的这种防核辐射的一些药的一些什么点片 他搞这个东西 那就代表什么 加剧恐慌 人为的加剧恐慌 这样的话 大伙人们都会有一个 也要想抓一颗救命稻草 谁是救命稻草 当然是我们的大统领 乔拜登 统帅阁下 是大师对我们这个稻草 这个稻草要抓住 拜登不仅在谈判 跟俄罗斯谈判 拜登还 北约还展示了核武器 可以跟俄罗斯对射 哎呀 这是我们的大救星 赶紧的给他投票吧 一切都是为了选票 这就是民主政治 各位 拜登不准备与俄罗斯就保留乌克兰任何部分的控制权进行谈判 北约共同拜登称 不会与俄罗斯讨论保留对公投路额的新领土的控制权 拜登在接受 这个CNN采访时说 我与极其国家 讨论过我们的立场 没有乌克兰参与情况下 不会讨论任何乌克兰的事情 所以我像其他人一样 不准备与俄罗斯讨论 他在乌克兰继续驻军 保留乌克兰的某一部分 说这个话的时候 还是 这可是老影帝 我跟各位讲 拜登不给他颁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那是绝对是错误 他还没说话 他眼神很到位 眼睛看着眼皮像佛祖一样 看着那个地下 他就装仁慈 他还会装这样的表情 是吧 这你不给他搬个影帝 那真的是说不过去了 我靠 所以大家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地方 发表都是这种言论 听起来都是很为言耸听的 最大的吹牛者 最大的牛逼王就是这个人 他现在也交头烂额 老平说过 他儿子小拜登 现在是交头烂额 因为美国的三权分立当中的司法部分 是美国总统没办法干预的 司法部分现在要找行政部分的麻烦 也就是找拜登儿子的麻烦 找拜登儿子的麻烦 不就找你的麻烦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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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科雷明共和国北部的战略道路 处于俄军控制之下 乌克兰破坏和正常小组 布什试图破坏确定突破 俄军在敦涅斯克雷明共和国 北部沿路防御的路段 基辅军队试图切断这条 连接敦涅斯克雷明共和国 北部两市的公路 目的是增加保卫 斯瓦托沃和克列缅纳亚的俄军 守备部队快速运输储备物资 装备和弹药的难度 此前 俄军向卫星通信社记者表示 乌军正在为进攻克列缅纳亚市聚集 但其企图被炮兵打击和 政察部队的行动阻止 寄附军队遭受重大损失 也就是说俄军呢 现在重新恢复了啊 对一些战略要到的一些控制啊 那么也就是说 他也在这个地方发力 所以说呢 俄军现在呢 他这个脑子啊 他也就不一根筋了 对吧 一个是他加大这个 对乌克兰的这个空击力度 还有一个是 开始往这个西北部去推进了 就是他东乌军往西北部去推进 北部呢 这一路要重启啊 所以说这样的方式方法呢 他搞起来了 对吧 那你这样的话 让乌军有点难搞 因为乌军这样的话 府被受敌了啊 本来的话 你集中重兵在东南部解放 所谓的俄罗斯所谓的解放区 那么这样的话 会让乌军啊 他更加的这个啊 会更加的这个肆无忌惮 所以说呢 俄军 对吧 想要取得一些突破啊 那你这个地方啊 对吧 你自己看得办 然后呢 大家要知道 这个俄乌这个冲突啊 一打 全球是会 势必会影响这个全球的 这个各方面的经济 美媒 七神美国人认为 国家走在错误方向上 没从抱怨生活走下坡路 呃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 十月时报道 这个是白佑的这个喉舌啊 马里斯特舆情调研所 六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 约七神受访者认为 美国走在错误方向上 报道说 许多美国民众对通胀飙升 油价高涨表示不满 上述民调于927日至929日期间进行 并采集了1690名美国成年民众的意见 受访者包括1562名登记选民 根据民调 69%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 这种高达91%的共和党人 和71%的无党派人 是认为美国拼离的轨道 此外 通货膨胀超过维护民主和堕胎 继续成为选民在中期选举投票时 考虑的首要问题 福克斯新闻还援引 美国劳工部的统计称 今年6月 美国通胀率升至9.1% 创40年以来的新高 虽然之后率有下降 但扮演仍保持在3%的高位 家庭时兵指数 则在一年内攀升13.5% 创下1979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因为来自信德西州的美国民众抱怨说 燃料和食品价格昂贵令人痛苦 过去两年半 生活一直在走下坡路 没错 现在对民主的认可和堕胎都不是重点了 重点是 你拜登要把通胀给他搞下去 但现在 美国财政部又批了45亿美金到乌克兰去 在这个地方 他也是在加码 毛子也在加码 在这个地方又是大打出手 那看来西方民众的 这个生活会继续在走下坡路 继续在走下坡路 因为乌克兰对于拜登 因公因私 他在这个地方牵扯的 牵扯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干下去 没有这个选择 同样的 我说过 不仅在这个地方 对吧 而且现在拜登 白宫也是发表公开的讲话 说重新审视跟上次阿拉伯的 这个关系 包括美国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 民主党控制的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也是递交了 宗旨对沙特进行军售的 这么一个提案 一个法案 那这个是 之前都是美国国会的立法部分 在这个地方搞 现在就是美国的行政部分 就拜登也说 白宫也承认 拜登要重新审视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包括这个沙特 这个阿拉伯林克酋长国 也就是说 矛盾越来越激化了 那得罪了这些欧陪克的国家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油价的下降 西方油价的下降 能源价格下降 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了 也就是说 几乎 他们跟这个产油国关系 是非常恶劣的 那美国的通胀会越来越高 而且他有这种极端的加息 这种政策 只有日本 韩国跟台湾 还有少部分 美国的小弟在这里 跟美国的小弟 在这里帮他消化一些国债 其他的一些主要的大国 发展中国家 没有能帮他去消化国债了 所以说 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要明确 乌能源部长 30%乌能源基础设施 遭俄军打击 当地时间10月10日清晨 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 突发传出爆炸声 时隔月四个月后 基辅再次遭到打弹袭击 已经四个月 基辅没有流行雨了 当地时间10月12日 乌克兰能源部长赫尔曼 加入先科告诉美国 有些电视新闻网CNN 至此日以来 俄罗斯已经袭击了 乌克兰大约30%能源基础设施 这是俄乌速度爆发以来 俄罗斯首次明确瞄准 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加罗先科称 俄军之所以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一大原因是因为 乌克兰向欧洲出口电力 这有助于欧洲国家减少 俄罗斯天然气和煤炭 他表示 乌克兰正试图迅速恢复 与其他能源来源的联系 当面问及乌克兰是否会 从欧洲获得俄网能源时 加罗先科表示 这是摆在桌面上的选项之一 他表示 乌克兰能源系统目前仍然稳定 但呼吁合作伙伴提供 真正可以帮助乌克兰 保护基础设施的防空系统 我们向我们的合作伙伴 转到这个意思 我们需要防空 加罗先科说到 当年时间时月时 乌克兰首都基辅士中心 多数传出最大爆炸声 美列社德多加外媒称 基辅一次遭到了俄军导弹袭击 也就是说俄军开始切断 整个乌克兰的水地没了 那他有基辅平安度过了四个月 俄军之前没有任何的 对基辅发生导弹攻击 我说过普京 对基辅对于普京的心中来讲 弗拉基米尔大弓的诞生之地 整个斯拉夫的发源地 对发源地他不会这么的心狠熟了 但现在他似乎已经黑化转变了 他将会采取这种 不问青红皂白的 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空袭 那也就是说 乌克兰这边 越来越可能会有点顶不住 美国也会越来越极端激进 这个就是目前这边局势的最新的分析了 好吧 这是美国跟乌克兰目前的压力 好吧 感谢各位收视官 我是老编拉 希望点击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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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